仁爱乡头85线6K处上边波 每逢豪雨照成崩塌产生土石流 县府抢通后提报中央斋后复建 并争取行政院核定约3700多万元补助 规划将现有的都达民隧道延伸50公尺 预计109年2月中前发包9月完工 届时都达合作两村的居民进出将会更安全 县长李明珍由立委孔文吉 县府工作长陈锡胡 远头前往多达民隧道进行会坑 并由工作人员进行简报 多达民隧道路宽5.5公尺 隧道内最小经高4.8公尺 核定延伸工程将以民隧道为基础 石设水电、阿西必本、挡土支撑、向能工、导流工等 六月份的时候台风还有水灾来水量相当的大 所以造成山坡又瘫荒下来了 那么民隧道又被土树流淹进去 所以又造成道路不通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民隧道安全就能够更稳固了 所以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林县长 这样大力的争取我们盐香的经费 来保障我们族人这样的交通行车的安全 林县长表示 多达区民隧道先前一毫雨造成土石坍塌 土石流冲进隧道内导致交通中盾 幸福规划延伸50公尺 民隧道将更加固固安全 利用灾修的机会像公共工程委员会 再征集3700多万 这个经费再延长50公尺 这这个民隧道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孔雲集立委 向工程会极力地来征集 获得补助3700万 而为了加强仁爱乡地区的交通 林县长也会坑并同意花费约1000万云 进行合作村 杜达村 大同村 万丰村 翠华村 秦安村等多处农路改善工程 让居民进出及农产运输更安全 记者曾光柔 仁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